你知不知道 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除了希望同学们upgrade自己 我们都会不断地upgrade我们自己的 今天就让我告诉大家 中大医学院如何透过三阶段的扩建计划 去upgrade我们的教育和科研设备水平 整个扩建项目一共有三个部分 包括 翻新现时位于中大最核心的医学大楼 李卓敏基本医学大楼 以及于2026年前 在大埔第39区 和威尔斯亲王医院 增建实验室和教学大楼 首先一起来看一下 李卓敏基本医学大楼 会怎样upgrade 对了对了 这里就是位于中大的 李卓敏基本医学大楼BMSB 作为医科生会整日来上堂的大楼 我们会在这里进行空间重组 创造更大更理想的校园环境 容纳更多的教职员和学生 还有 我们会扩建位于地库的人体解剖教学实验室 解剖桌将会增加一倍 可以容纳更多学生上堂的 我们还会全面提升资讯科技基建和设施 令到教职员和学生都可以有最好的资源和技术 去建立更好的教育学环境 以上的几项upgrade 预计在2019年9月就会完成 到时大家就会看到李卓敏基本医学大楼 当中会建设老神经 再生医学 微创手术 癌症和长度菌群各方面具规模的实验室 跨医疗专业模拟教学科室 被修读不同医疗专业 包括医科 护理的学生一起上堂交流 还会兴建可以举行 国际级医学教育会议的大营演讲厅 和教研人员办公室 当然不少得作为中大医学院 教学医院的威尔斯亲王医院 没错了 这里就是了 我们会在威院附近 兴建一栋新大楼 当中的设施包括 临床模拟教学活动室 实验室 生物库 动物实验室 还有学生和员工的设施 以及为进行临床实习的 医科和护理学生 兴建一栋学生住宿设施 提供600个宿位 完成上述工程之后 我们可以增加 比现在高2-3倍面积的教研环境 足够容纳400名医科生 配合政府由2019至2020年学年起 每年新增30名医科生的目标 有助学生 教职员和科研人员 有更高水平 更先进的教学和科研设备 也都帮助中大医学院 吸引更优秀的国际科研人才 我们决心维持香港的世界级医学教育水平 以及医学科研的却越成就 将会作出持续投资 不断增值 令香港的医疗系统 继续值得每个香港人引以为傲